一个人的耳朵在面向学中通常都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那么在面向学中什么耳朵命运极豪 宽耳就是耳门宽 一个人的耳门宽度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心胸与聪明程度 耳门宽大的人一般心胸也都宽广 他们的宽广度很高 为人处事稳重健身 无论做什么事都能保持头脑很清醒的状态 是个实实在在会脚踏实地做事的人 这类人一般性情豁达 一生都会有家运 落耳微微向前倾色泽红润 有耳伦单并不明显 看上去通透秀气 此耳相就是落耳 由此耳相的人心地善良重情重义 只要身边的人有困难 他们一定会伸缩援手 所以有落耳的人通常人缘非常好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会有不错的发展 一般耳朵较大的人气运都比较旺盛 尤其是在财运方面 他们的头脑很聪明 对于金钱也比较敏感 总是能相处一些别人想不到的赚钱门路 或许在求财的道路上 他们也会遇到不少的阻碍 但凭借自己的聪慧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能找出解决的方法 从而收获更多财富 过更富裕的生活 垂直大的人福气最旺 他们先天脑组之好 智力超群 后天的身体素质强健 一生好运多贵人望 财运事业运佳 自出生起就得六亲加持 神明阴币 若能专入擅长的领域 十十八九都会功成名就 财达利丰福多平平安安 这类人的意志力强 容易获取别人信赖 若加倍努力 取得的成就会比其他人更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 和我一起传承